媒體上 說你是蔣萬安的粉絲 你同意嗎 不是 不同意 這個是政治話術 這在轉移我們問題的焦點 想問一下 因為過去兩天都有來 陳抗那位陳先生 他今天又來了 那蔣萬安立委就發文說 就是部長您身為執政黨的官員 那若有龐大行政資源 卻沒有傾聽民意 他認為這才是問題根本所在 不過那位陳先生 其實也被發現 他也去過柯溫哲市長的場子來陳抗過 他也找過蔣萬安立委來呈行過很多次 那是不是他們都慢慢處理好 所以才會找上部長您 我想市民有困難 我們都願意傾聽 那昨天鍾越雄委員也有好謝 好像也有好好的談過 那我們會就搜到的資料裡面 那我們看看是哪個部會能夠幫忙 我們盡量會去溝通協調 那不過我跟大家表達 我們絕對沒有就是說不想 因為畢竟蔣萬也是立法委員 他還沒有辭 那黃珊珊還是副市長 我們還是會反映相關的 我現在是平民候選人 所以我得到意見有現實要解決的 我會針對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去跟他拜訪去跟他談 絕對沒有說要避誰閃誰的任何的問題 公開對決 你敢嗎 你敢嗎 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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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權大鞭殺 究竟是 你所說的 我們說的 沒有貢獻金是 還是 有 還是 其貨商回法做假賬 坑燒 是 於 媒體上 說你是講萬安的粉絲 你同意嗎 不是 不同意 這個是 這個是政治話術 這是在轉移我們問題的焦點 我們 所要堅持 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是民主法治國家 投資人虧損了 投資人虧損了 其若做商隊才會不會 所以 江委員 他是怎麼來處理的 因為 我們是請求江委員的協助 來破解 經管會 包庇 其貨商不違法的情勢 所以 江委員六年來 他在臉書上 他自己 有 他有 所以 幫我們開七市的協調會 然後有十市 縣的 韓文 給經管會 取得的相關 試證 就是因為 有 江委員及很多 立委的幫忙 我們取得 其貨商 做假賬的 試證 經管會 包庇其貨商 規法的 行事 所以 我才可以 這麼有底氣 來向 我們就走了 想跟部長問一下 這邊三例提問 今天來到 子佑宮 這邊是不是也是加強陸戰 另外一方面 議員參選人跟議員 也要跟您來辦 二十六場的見面會 這一部分 是不是也是陸戰起跑 對 當然我想在選舉 最主要是要 讓大家多認識 跟市民多報告 所以我們今天來 我來 那當然是 陳董事長 對我們的階段 但是呢 我們有議員的參選人 我們張文傑 橫門花 那現任的議員 那許家培 那當然 我們老牌的議員 許師傅 洪建議 沒有老 老牌 並不見得老 那當然 我們要謝謝高嘉瑜 這邊的一個督佬 那我們當然總幹事 那兩位總幹事 執行總幹事 跟我們張范南總幹事 怎麼大家都知道 我想說市場不是 市府裡面 就要做事 努力的做 現在是位員工也非常的優秀 那怎麼樣有一位 能夠更體諒市民的 更體諒員工的 更有領導力 更有協調力的人 來入主市政府 帶領市府員工 把市政做得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要努力的做 但是要做對事 所以我們必須需要 有議員的監督 跟提供地方的需要 比如私生 我們這個董事長這邊 大家把意見提供出來 這樣會做事情的團隊 可以做事情 做對事情跟做好事情 那地方一定會繁衷 一定會越來越好 部長另外想要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在臉書的小編發文上 他好像是用第三人稱來發文 那好像就是被外界說 好像這樣子好像比較不妥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部長其實您有在臉書 一拍影片跟鄉 就是跟鄉民們問好 是不是也是要加強空戰的部分 對一方面我們在 因為在我們當政務官 一直沒有經營這個臉書 因為是政務官的關係 我們當然有我們部裡面的一些 相關臉書跟市民來溝通 所以個人的臉書上經營 確實是沒有經驗 但是我會學習 快速的學習 可以滾動式的檢討 能夠跟我們的相關的市民 能夠有更好的溝通 部長想要請問一下 這位民視 因為這次呢 選戰又是三角都 然後呢你被說是 就是自己成水扁之後 最有可能是贏得 台北市的民進黨候選人嘛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照阿扁這個模式的話 有可能會當選 但如果照姚文治阿治的話 可能不會當選 那你覺得你是阿扁還是阿治呢 沒有我想 剛剛有人在提示我 就是要採取阿中模式 我們努力的 努力 把阿中做好事情 做對事情 好希望市民的支持 部長就是您現在卸下 部長的職位 但是還是持續被公防疫 因為那個張啟成委員 那邊的民意基金會 就是有公布最新民調 您的防疫不滿意的成績 是高達了百分之五十六 想請問部長怎麼看 我想這是可以大家公平 不過我還是要講 我還是要堅持 我們防疫的成績 至少有七十五分 那講得比較好 有八十分 那持續我們職位團隊 會持續努力 這不是說 我聽說 不是這樣說說自己這樣 這世界都有在評比 相關的成績在世界上面 也都是大家看得到 台灣的成績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我們也能夠有台灣幫助 所以我們在世界的能見度變高 是一個好的防疫的成績 讓大家看到 台灣怎麼樣共好 台灣怎麼樣全民防疫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在世界上的公共衛生史上 將來也會記上一筆的 部長進行文提問 想問一下 因為過去兩天 都有來承抗那位陳先生 他今天又來了啦 那講萬安立委就發文說 就是部長您身為執政黨的官員 那若有龐大行政資源 卻沒有傾聽民意 他認為這還是問題根本所在 不過那位陳先生 其實也被發現 他也去過柯溫哲市長的場子 來承抗過 他也找過蔣萬安立委 來承勤過很多次 那是不是他們都沒有辦法處理好 所以才會找上部長您 我想市民有困難 我們都願意請聽 那昨天中葉雄委員 也有好謝 好像也有好好的談過 那我們會就搜到的資料裡面 那我們看看是哪個部會能夠幫忙 我們盡量會去溝通協調 好 好 大家都太熱了 現在是 你看 現在是我們的帽子 坐穿應該送大家去人一頂 才不會這麼辛苦 問一下 我們看這個黃三三市市長 他就是有講說 因為你之前不是跟 為了防疫 然後跟萬華道歉 然後他說 如果你沒有下來選舉的話 你會會道歉嗎 你看到什麼 已經說 如果你不選舉的話 會來道歉 第一個 當然道歉是一個態度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因為我們有相關的人 我們在立法院 又講一些 可能讓萬華的居民 市民覺得心裡不舒服 在第二天 我在指揮中心 也表達對我們用詞用字 不夠精確 表達我們的歉意 那更重要的 這不是歉意 如果 山村市長 如果記得 在那時候 大家最辛苦的時候 相關的病人 沒有辦法容納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有的我們集中檢疫所 立刻來幫忙 要建立我們的防疫旅館 特別是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請國軍來做幫忙 所以相關那時候 大家都是一心一體 怎麼樣把這個疫情控制住 也沒有所謂說 大家故意要講誰 講誰怎麼樣 還是一直強調 全民防疫抗疫 是我們這一次 在努力的一個典範 至於對市政府在抗疫之中 防疫之中 不管要建立我們的檢疫處所等等的 中央只要有可能 只要有需要 所以我們都要提出來 我們都全力的一起來做 市長長 為大家 因為這個 時間表 當然都是總幹事 排得不好 就為總幹事 只問 不過我跟大家表達 我們絕對沒有 就是說 畢竟 蔣萬也是立法委員 他還沒有辭 那黃珊珊還是副市長 我們還是會反映相關的 我現在是平民 候選人 所以我得到意見有現實要解決的 我會針對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去跟他拜訪 去跟他談 絕對沒有說要避誰散誰的任何的問題 好 來 大家在這裡很感謝 來 這裡我們在這裡民主兵也辛苦 天氣這麼嚴重 在這裡感謝到我們自由共 我們担当市長 用心的安排 感謝在這裡祝福公 他們會會後生 他們會會傳出你 信 度 完全 來跟阿長 贈聲鼓勵一下 來 陳時中 動賽 陳時中 動賽 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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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賽